如果考你小学生的数学 你能够考几分呢 有小一家长崩溃 剖出孩子的数学考题 里面充满想不到陷阱 跟脑筋急转弯 家长怒轰 叫改之后 有些考题简直莫名其妙 连大人去考 搞不好都会拿出烂成机 小学生数学题目 你答得出来吗 网络上有一份小一考题 问你有几个人在排队 图上特别标示着第42个 数一数算到标示的 最后一个答案是多少 连大人都答错 正确答案只有图上的那六个人 写上42是故意骗人 感觉就是有诈 小一数学题答错 那来看看小二的题目 一包巧克力八颗 桌上有五包吃完 一共有几颗呢 8乘以5啊 40颗 40吗 没有 没有巧克力 他吃完了 对不对 我没有被骗 我没有被骗 时尚头一遭 答对小二数学题目比中了头还开心 题目说吃完就是零科 考的其实不是数学题 有家长崩溃直呼 小学数学题太阴险了吧 而看到小一数学百数表 更是一堆人全傻眼 他贴什么啊 他贴什么我真的不会 好好教数学就好了 这是考反应吧 这个拿来考家长都 家长都不会 用在防湿之上 也不错 一堆家长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甚至火大痛骂 真的是叉叉叉的教改 考数学考出一堆心急 教改后的数学 难道同步考脑筋级转弯和国文能力 不少家长感叹 自己去考 搞不好考出个烂成期 记者黄明君陈怡荣 台北报道